四川瓷器志工接受環保局的邀約 在6月5號世界環境日的這一天 舉辦了環保宣導活動 展示了大愛感恩科技 用寶特瓶做成的毛毯 也邀約大家回收資源 疼惜地球 天氣陰雨綿綿 四川瓷器志工一大早就到十方小廣場 進行場地布置 掛海報 展示環保毛毯和衣服 要讓大家更了解瓷器如何做環保 我們也是想藉此機會 向民眾宣傳我們的一些環保理念 比如說資源分類 比如說用組長的雙手來做環保 世界環境保護日 十方環保局邀請慈濟宣導環保 一直到資源分類有十大項 官員們都很好奇 桌上的毛毯是來自硬邦邦的寶特 民眾也嘖嘖稱奇 更能夠體會做環保的重要 民眾有覺醒大地清靜就有希望 大愛新聞葉平四川報導 福定産民進行 在本省名法 菇把長谷 超級補充 降曉 超級補充